我们从娘胎里爬出来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把我们这些捍卫权力和信仰的上访人和法轮功进行折磨 用电棍击打我们的鲁房 阴部插进阴道里电击 往阴道里灌辣椒面 把牙刷插进阴道里旋转 用阴道扩张器扩张我们的嘴 给我们惯事 来侮辱我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究竟怎么了 中国劳教制度是侮辱人类最邪恶的制度 这个地球上 这就是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邪恶劳教地上 那我们女人不当女人 我们称了这个邪恶制度的奴隶和人质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从前是一片坟墓圈子 后来把坟墓圈子铲平了 在上面盖上了现在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是属于白检的土地 劳教所的警察跟我们说地下住的是小鬼 地上住的是被劳教的女人 我们这些被劳教的女人说地下小鬼住的是阳间 而我们住的是地下的阳间 我们就是住在小鬼头上的女人 阳间和阳间混合住在一起 小鬼头上的女人 在老教所里 纸和笔是违禁品 好像就像战士上战场拿枪装的子弹一样 是不允许我们 任何人都不允许有的 在老教所里 我那小笔中有这么大 我一个展示一下那笔中有这么大 这么长的 就是说 那个笔随时都是在这个衣服袋里 喝着在这个衣服 在这个边 喝着在这个鞋 鞋那个边尬开 塞在那里头 为了鞋这些东西 我爱了他们老头与爸打了 再次吃 我呢 晚上有时呢 睡不着觉 我把背蒙到脑袋上 绝个皮肚在里头洗 还要尝好 每天都是惊心动魄 老担心怕他们受扰 这些牢教日记都是我在牢教所这三年当中 每一天每时每刻记录起来他们的一切 黑暗内幕和在那里受到虐待和体罚 所以我把这些事情都一批一批写下来 通过女人的印刀把它带出来 因为走出去写完一批就陆续陆续一批人出来了 就把它带出来 我还是我要下定军在那里头 只要我能活着走出来 我就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 把老担心里头每天的生活的 所有的原生态带出来 给世人给国人看 这件衣服是马三家女子牢教所 那个二大队穿的那个校服 牢教服 一大队是蓝色牢教服 二大队是红色蓝教服 三大队法律是黑色的 这个红教都是黑色的 这白的地方不改变 所以三种一样 三个大队 三个大队生产呢 包括那个标志产量都不一样的 我这衣服是我自己强制带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 我和我丈夫都被教养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份钱来源 所以在那里头说 我穿的衣服 都是他们普通学员花钱买的 给我的 所以我走了 我出来要带出来 为什么呢 我要带出来 把那里头的 那个所有的黑暗和事实 我们的苦难 讲个世界人听 我实际上带着牌子 这是共鸣 按照那个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民生民权民主 可是那个 我们要想做人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求 还我们的公民权利和 做人的尊严 我是 2010年的12月23号 在那个北京西城区 那个 福生门那个 在毕业家当保姆的情况下 被苏雅特公安局解放解去了 而是说我解决问题 我解回家了 五天当中 我受尽了折磨 他们基本上就是比供 给我这么大一个 一个小小小 冷沙发 是木头的 上面什么都没有 让我坐着 晚上也不让我睡觉 五天五夜 啪 就躺底就开始抽了 晚上他们拉到苏雅特公安 是苏雅特医院去了 我炸了一瓶底瘤 晚上那天就给我送到七白山 七白山就是黑检狱 那张鞋子是 未党派业 未民解难 世界索白的就是 卷商访人的黑检狱 那张鞋子是 沈阳寺西访条处中心 镇政府一天要给那个 七白山650块钱 那时候我的血压伤了 因为头颜心脏犯病 腿一肿肾炎犯病 那个血压达到一百瓦 低压达到七十的情况下 我的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 的情况下 那天是零下二十七八度 下了这么厚的大雪 我跟你说 特冷 整个七白山没有电缆器 那都冰窖了 我们当地 当地那个村民 还去了四个人 给我那个那个 索白了 索索的配护 挂了配护证 是就是监督我了 还有那个四个警察 还有两个那个保安 总共是十二看我一个人 那里的分局的 分局的警 开车来的一个警察 说什么 你够纪别了 一天都将近两千块钱 我们看着你 我说你这是违法的 你给我灌到黑监狱 你是任何手续都没有 你这就是非法狙击我 限制我的自营 你就是违法的 后来拔的我这个 都拉肚子 我受不了了 我说要不你就给我送去教养 要不就送去拘留 我已经肚子疼的 受不了 血压上来 要吃药他们也不会吃药 量一遍血压五十块 量一遍血压五十块 也不给我吃一片药 后来我就把我的肠尾巴 挂到那个 那个水房 一个大暖气管 那底下给底下 我就开始上吊 我没法活活不下去了 因为那太残冷了 又冷又饿 动力只打哆嗦 晚上那个他们 就给我拉回去 26号 12月26号 就给我拉到粉局 给粉局又待了一天一宿 就待到27号的晚上10点 他们骗我说 上那个刷身 医院就给我看面 就给我直接送到看守所 到看守所说 那里头看着 我也在抗争 那里头一个管家 叫赵敏 他就跟我讲 29号他跟我讲 他说那个 你们公安局抓你抓错了 你现在给一个台阶下 就说我没有错 说你要是不认罪 今天就马上就教养我 我也没有听他的 也没有 我说那你给我什么答复 他说给你两口解回去 告了12年 你丈夫腿也被整残了 你也挨了 打了一鼠 打了两次 公安局轻伤改为轻微伤 这都是违法的 那么公安局给你个台阶下 给你两口解回去 还是那个 给你两口一架给个地宝 一个月一百多块钱 简直是残不认读 还叫我写上 保证不认罪认错 保证不进警上访 这不强迫人认罪认错 我也没有给他洗 我死我都不会再服他 我为全村农民围协 我也没有错 他们踏污了 还称了英雄 我们举报了称了借下求 到早上11点不开始 饭都没要吃 到马上就检查一遍身体 也没检查 两两血下就给我送进去了 公安把我们抓送进去 哇 屋里头挖亮 特别明亮 特别干净 那个杯子垫底刷齐 露子上一尘不展 特别好 那个通一地洗脸盆 通一地毛巾 结果刚才摆着 那个信看不信用 从来就是说 等那个领导他们一来检查 我们自己用的压刷压膏 包括自己用的毛巾 全部都都装起来 隔起来 不能让上面的检查看到 一年换一擦毛巾 一年换一擦那个 好像是二年 二年换一擦 那个被障 床单 全都换一批 留着上面来检查 我们自己盖的被褥 都是自己村家里拿来的 都送另外一个房子 像一个倉库似的 每天早上都要被 被个大包送到那个倉库里 把自己盖的被褥全部都咽起来 只有被外面来一看 这屋里可干净了 可内症呢 就是留着摆设假象 留检查 那个假象一年要拆洗两次 十月一拆一次 春节拆一次 那个要是拆完了 要跌不齐的情况下 你都得往上喷水 搞屁股地压 搞晕斗晕 内症的 刷齐像刀似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那假象被 轻轻轻轻拉下来 晚上学员说 这个假象被 好像一个死人的火下似的 好像死人 那个火下似的 累症的 轻拉轻放 搞在床底去 隔个布铺上 那个假象 那个 做那个床 从来不要我们做 我们要做出资格 就是弄个布袋铺上 自己做资格的布袋 补性屁股 直接糊 那个床袋上 因为怕弄脏了 好硬件上面检查嘛 我还是也怕那个 时间长了 那个舍子掉了 所以就搞资格的 背袋铺上 从来都不要 屁股直接糊到那个布面上 他们总共是 将近470多人 人的来源是 穿销的能有 130多人 普通什么 那个卖银的啊 那些八道人 有70多人 这就将近200多人 剩下的是 法轮功100多人 我还是那个 上访的每年就是 40到50多人 这种情况下 反正上访和法轮功都在一半吧 老教所 他们的日程是 每天早晨4点55起床 十分钟洗漱 还是六点 六点下去吃饭 还是六点半开始出工 中午是十一点 十一点半收工 下午是十二点半出工 中午休息二十多分钟 还是晚上是五点收工 六点半开始 六点开始那个卡齐 就是说白了就是体罚 卡齐一个小时 他们的作业都是 晚上从业语时间 开始写作业 八点以后或者十点以后 开始写作业 这作业基本上都是超 都是基础试验 有时写到半夜十二点 有时写到一点 反正每一批作业都是超 每周没有休息日 至到2012年的6月份 才正式开始休息 一周休息一天 按司法部规定是每天干三个小时活 学习三个小时 每周休息两天 可是我们每天要干九个半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的活 晚上还要体罚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吃的是每天 司法部规定是当地 像沈阳那个最低生活费 是八百块钱 可是我们每一个月 才给一百六十块生活费 每天才五块多钱 一顿才两块多钱都不到 所以吃的非常刺 基本上都是什么叫烂菜 最刺的菜 我们是吃的是烂菜 最刺的菜 我们这边吃饭 这边还要挑菜 把烂菜挑出去 坏菜挑出去 稍微剩点汤水 我们就那么对付着 早晨八个人 就是一小碗 这么大一小碗的白菜 甚至萝卑 就是像多那个鸡狮牙狮狮 给动物吃的狮狮狮 多不多不 拦不拦不拦不 谁在咸盐里头 就那么对付着 中午的菜也没有油 到劳教所第二天就出工 让我干活 给我一天一百八十件采量 所以我四道工序 让我一人去画 画活 根本走道都打黄 两个腿都拐了 两个腿都缺了缺了 腿肿的炎都这么剩下 走道都走不了的情况下 我还是那个高压一百七 低压七十 就迷糊的情况下 心机缺血 根本就不能干活 每个月欠考核的情况下 我不签考核 2011年5月 5月30号 医块评星大队长跟我说 在我政绩当中 你给我画个圆满的句号 你要不过签考核 我政绩 那我就没有奖金了 在我部队的签考核底下 他支持代工赵兰 在我们的209房间 号里头 拽着我的头 就开始打我 因为那里头 就已经都有监控了 但是有监控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闪掉 因为有监控整个院部 到锁里到司法庭 他们都能看到 他就开始打我 耗着我头 我就开始打我 我还是把一个吸脸盘 到我头卡打碎了 打烂了 一个这么做的 这么快还有个小板凳 也可以打烂了 一个塑料板凳 一个打烂了 我再昏死过去 他还拿着辟蟹头 到我头光光揣了 我好几个人 抓着我头 往暖气上撞 给我头上撞了 这么大一个包 到了第二天 脑袋 整个脑袋都什么目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找他们大队长 他支持招来打我 因为他是生产大队长 他就支持招来打我 2011年的7月20号 他又招来的车间 本来是偷一天结底活 第二天就要我们干130 150 根本就花不出来 你意大利那个服装 给意大利做 那个芽油庙服装 他吊着就骂我 骂我就去找队长 结果他当着队长面 又把我打了一顿 暴打我 那跳嘎吱 哗哗 照我脑袋扣我 来打我 那天正好是司法局 来检查 7月2日上 把司法局来检查 我当着他们司法局面 我就喊 流氓打人了 流氓打人了 流氓鼓着黑社会头 就打人了 他们四个大队长 就把我的嘴给我捂上 抱着我 捂着我脑袋 捂着我的嘴 把我抬到那个藏库里 不让我喊 我还是那个 那个 于怀平大队长说 你就得上访 你要是普教 早都拿点滚过年 我跟你说 你跟那个教员做对 没有你好处 龙凤娥大队长说 那个我说那个 为什么你不 你不给我那个 两个东西捡气 他说因为你不欠考核 不认罪不认错 就不用捡气 我说那么他们 为什么那个普教 看了个一年 都捡了个两个多月 都花钱买的 他说司法部有贵 你可以花钱买 有能耐你也拿六万的 你也拿把万的 你也花钱买气 这是他说 因为你不认罪不认错 所以就给你算备货的 以后甚至还要跟你加货 我说你这次打击报复我 为了我不给你签考核 你就给我算备货放货 已经超复合的劳动 一一年到时候 我家里也没人去看我 我也没有钱的情况下 我那时候看了 日用品的卫生巾 手指都没有 手指是搞布 是搞一个大背带 撕一块块 撕大一块块 那我不踩屁股 弄那个车间里那费棉花 洗一洗 这么大一小条一条 洗一洗 我还是晾 搞那个晾干的 我还搞手指卷起来 当卫生纸巾用 你看多么残忍 我那个布啊 洗完晾到外面 我那个呆工照 来看了啪就给我愣了 他说爸爸借着布 不能搞这搞 他就给我撇了 不让用你知道吗 那里头那个法律科 我都是都是用的 加上方有好几个上方 也是跟我一样都用的布 用的那里头的费棉花 后来我就开始五月份以后 身体稍微好一点 我就开始给你备行李 一个月挣三十块钱 我还是给你洗一套衣服 五块钱 我这一套烘衣服 在那里买还得五十块钱 我日备给 因为家里没有人姐姐我 没人看我嘛 我的备露 都是从车间 这么窄的小棉花撕下来 我自己做的备露 因为他那里的备露 跌版本正正 当家乡 不让我们盖 等2012年的 我章我去看我 我是五月十六号去看我 等六月八号 他又是每 给我一天 给我数字 达到两千多个数字 给我期不到工序 让我脚线 让我配号 让我纳运斗 还让我上一楼车间 那个G7 运那个武警的警察 运那个森林警察 那个森警那个 后面那个警号 和那个森警两个字 还让我下车间 我说我不干那么多 我身体承受不了 我还是那个呆工 就去打我 那招姓地长 就在当着车架 嗷嗷嗷嗷嗷 我故意的早餐 他喊那个呆工 就去打我 打我了我好几圈 拽了好几把 后来就往上方寄了 就往上方 大家伙说 你要打流行 我们拳起来 他们地楼调嘎 地楼那个左 坐那个小板上干 全部起来 准备一起头 就去打那个呆工 而地长一看不好 就上方一起来 团结起来 要跟呆工 对着抗争的 我还是他们就 把我领到了 那很多楼下那个 那个大厅 到楼下大厅 我还在喊 我说我没有义 我不欠你们共产党 我也不欠你哪个政府 你个臭流 干嘛呀 叫我干这么多的活 我身体臭不了的情况 你们还让我干这么多的活 给我这么大的压 超复合的劳动 累得我回身 每一天都只剁索 2012年的2月份 2月27号以后 我那时候给人洗衣服 我们地长坏的 告诉我 谁给刘花洗衣服 谁都爱佳琪 下来他们都不敢让我洗衣服 那时候我就没有活 就开始爱靠爱饿 我还是在车间 有时他们是那个法律 还有那个葡萄 他们有时活干不了的情况下 有时干不好 不会干 我教他们情况 他们这个给我可怜 我包括法律 这个给我买一点 那我讲究点 要不饿的 我就带一块馒头上车 也饿了 就啃两口 那碗它凉了 我也得啃 因为不吃没有劲 干不了 我现在这个手 这个手这个筋 哪个碗都拿不到 哪个水被扒就掉地了 这个筋已经都累坏了 这两个手部的筋都要累坏了 那活一天 一天是220件 数量 三分钟一件衣服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供序 我们都是洗不到供序 220件都洗不到供序 你想想 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 直到现在我未来 我还是心机缺血 我不能走到这个实验场 在那里头三年子当中 我被他们打了三次 每次打的都是队长在支持情况下 让那个代工老头鱼霸打我 为的就是要我服从他们 认罪认错 如果你要不认罪不认错 那就得提罚 虐待殴打 你就要尝尽人间之苦 每天干活都是200多数量 这三分钟一件衣服是一个流水线 做的是军品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 警察 武警部队警察服装 市值是欠力合同是辽宁省西域服装有限公司的 或者是辽宁省水阳5305部队的 或者是长岁市职业服装3504服装有限公司的 还有外贸的活 什么意大利的活 还有那个南韩的村里 就是做外贸活 说白了我们就是工具和努力 2012年的2月份到4月份 我们那一大堆还做了南韩 村里还做了3万6 2011年的6月1号到8月24号 我们做了将近5万间的那个 那个意大利的大庙 一天要做420间亚用庙 那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一大 那个羽绒啊 我告诉我 在做羽绒当中 我们那个脸全都是小毛毛的 就跟那个两个眼睛能看着 就能看两个眼睛黑的 剩下脸全是那亚用的毛毛 就像那个小鸡猪子 雕蛋壳的小鸡猪子 白的 用嘟嘟的 看不着眼睛 知道吗 就整个脸全都是用毛毛 因为当时那时候贴海夜 六六 阳里六月份的贴 还不让我们洗澡 一个月都不让我们洗一会澡 那事实上简直是大汗淋淋 简直是 因为那个窗它不能开 还不能有有有空挑 那里头就就闷着 因为它有毛嘛 怕毛飞下来 那就闷着 那就在那里头撒那 进行撒那 真主的情况下 在干那羽毛的活 什么那个我们的飞着的 干里头都 有个五脏里头都受那个感染 为什么 那里头就都是些花签啊 羽毛啊 也不戴口罩 什么 什么壮事都没有 就那么 纳着棍子 毛壮里啪啪 就 就是那么打 因为打成了越湖嘛 你想想 那简直不是人带的地下 那简直是 哎呦 膝子和眼睛脸都 都特别痒 眼睛 我们的眼睛都是盖色盖色的 所以我那十个游戏眼睛都是盖色的 都是红 里面的红眼边 外面都是烂的一圈一圈的 还做南汉的服装 还做意大利的服装 我们就是还做武艾姐他们批发的牛子裤 还做那个武警的干什么东西裤子 做那么一条裤子 你知道吗 那裤子做的特殊眼 一天要做340件裤子 那简直紧张 那简直累的 你看这些手都肿了 这些手骨管整个都是封死 那个军队 基本上都是军队 那个北京军委军队的去 武警的军队里去检查 我们的质量 我们做的质量 因为我们天天做的是花钱嘛 也不戴口罩 因为我们闭着发痒 眼睛都干涩干涩 我就回来 就已经都四个月 我就眼睛还干涩干涩还疼 因为那里是花钱嘛 他就那个什么东西 他就那个花钱多 他就污染 他就干眼 眼睛就造成了干眼 所以我在那里的时候 2月份我的眼睛看到那个电视 看到那个 那个做那个森林 那个森林指 辽宁省森林智慧部 那个做那个森林防火副 森林警察 森林警察串的那个衣服 他是金黄色 那个衣服特别刺眼 划钱特别厉害 你看那个意思 看那做那活 看完以后 你眼睛看完 眼睛全部画 连那个二十三小孩做那活 劳定了劳定了 愁了 做那活的画 因为干那活的时候 因为他三分钟 要求质量 要求质量 还要求素量 每天都超符合劳动 那个机器 哗哗在跑那衣服的时候 那机器的猫叶 全是燕 你想想都跑速度多快 你颠弄地 你颠弄地再跑一趟 你看那猫的全是蓝叶 那就简直都烫手 手虎到那个机器那个针上 把手动都烫了树 都烫了水泡 因为他那个 他那工作量大 他那天气哗哗哗 一天脑钻啊 一天一个就计胎 一天都干干的素量 都达到伤千的素量 因为一日都干到三个工序 四个工序 甚至五个工序 你知道吗 以前走那个哑巴 大连那个哑巴 一天都干五个工序 到六个工序 因为你弄干嘛 那哑巴干的活 特别特别快 特别特别多 因为你干不好 就得挨打 交到小黑路啪啪打 那个队长都纳着 纳着那个封印记那个带 封印记那个屁带 那个胶皮带 去困你学员 把你身上困的一领了 一领了 在西藏的时候 看看满身困的 都是那个一领一领 咱家那里都说白了 就是高墙电网 电网内的司法独立的黑监狱 黑加工厂 就是黑加工厂 包括什么东西 居委 中国人民解放 居委都参与排害我们了 我们做那活 给那个长顺市 350市职业服装有限公司 那是一个部队的职业服装 有限公司做的 带个代加工 包括辽宁市信誉服装 有限公司 那个王老板 他家有亲戚的那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警部队警察 装备研究所那里头 他们家又切手 所有的活整个他都拦过来 全是马三家在做 因为马三家做的军品活 和辽宁省大北监狱是一样的活 但是我们享受的是大北监狱的特殊监狱 因为大北监狱 他要按法律去做 因为他们还有礼拜天 还有礼拜六 休息 一天干活有几个小时 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结果我们都干九个八个小时 十个点小时 那玩上还有事件 还有数量所限制 你想想 是在什么样一个高压 正主的情况下在生存 马三家的车间是正方南北方 它那个车间是东西的流水线 但是流水线当中 在流水线的锦东边 在锦东边有个厂房 那个厂户又是四色供塘 又是超市 又是小齿布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里头有电饭锅 电草勺 锅碗票不是全有 哪个学员干活不好 他们代工就打 打完以后顺家里打电话 自己可以带来的 什么海鲜 螃蟹 这些海物 能吃的 什么队长他们的领嘴 包括大杏仪 桃 还有水果 什么 枣什么东西 这些营养补品 都是从代工打学员 就是拿来的 他们的队长 就上边就是一身轻 什么都没有 连包括裤头都是学员去洗的 包括它是用的 微生纸 日用品 领嘴全是学员的 上面写着是 不允许队长 那个吃领嘴 但是他们后面的桌子上 每天都是水果 要是食品都摆着 简直像皇上似的 都有贡品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都是队长 让那个 牢头欲罢 代工 照来他打人打的 在马三家里 在马三家里 要想当代工 多得花钱 照来他是洗毒的 是2011年进去的 1月份进去的 2012年的3月以后 他开始当代工 他就是能打人 只要是你把产量打出来了 把他们那个 能得到泪运了 他们队长就欢迎他 队长支持他 队长要是十个眼神 他就可以睡外打 因为一打就出产量了 一打就可以 谁要怕打爱泪 那就都花钱买 买起 大四房是 管食堂纪律的 管室内纪律的 还有一个管法药的 还有一个专门管辟作业的 但因为闲的作业 队长不辟 都是他们那个四房和桌板在辟作业 所以他们都得花钱 四房花多点 四房四个人 那一月都得花七百万 像桌板就是管市内 管各个市里 管各个分队 一个分队 两个桌板 一个市里 都得由一个市长 市长也得花钱 桌板得花五六万 市长得花四五万 我还是买尺的还不算 还得给赵莱莱花钱 还得给大队长小队长花钱 我还得买零嘴 什么小食品呢 营养品呢 还有那个 任用品呢 基本上队长到那上班 就是衣服都是血缘给洗 所有的拎嘴 营养品 水果都是桌板四房买 还有在车间里干清白货的 也得花钱买 他们都是花钱买起买起 像我们这个上房这帮人呢 进去的都是政府给他们钱 像盖方日进去的时候 那个沈阳市政府就可以拿了六万块钱 那么盖方日在里头呢 他因为他身体有病 不能干活 反而他一直是抗拒反派 反派害 就一直在小号里带着 自己单独一个房子 带着 像我们这些上房 包括我 那里头的大队长叫叶宏斩 叶宏斩说 我们不愿意要你们 你们来了就扭头别棒的 不听话 一天到老后我们反派害 然后抗议这个抗议那个 干什么东西 老不硬最硬错 你信是我们愿意要你们呢 是你们当地政府给我们拿钱了 第一次我进去的时候 叶宏斩钢 他要不拿几万块钱 我们能要你们吗 他结果我说我们犯什么罪 凭什么挣钱养活你们司法 这些贪官武力 他说 那我们管不着 只要公安抓送来 我们就收你们 收你们呢 到这里就在强迫你们劳动 强迫你改造 强迫你教育 叶宏斩自己也说过 对两样我干啥就干啥 我一天打你们我白打呀 我叶宏斩走的时候 看了个是2012年的7月 十二十三号解除的 他十二号早上 在市里 在二零九房间 市里和我住在一个屋里 他自己说 我打你们都白打呀 队长看那个大队长一个月 能挣一万多块钱 小队长一个月还五千多块钱 我哪那么一万六千块还算钱呢 那都不算钱 持的还格外还不算 在那里找了天天是有电脑看着 看那个电视剧 脸有面膜护着 经常高级那个雪花果化妆品 持的经常吃最高级的营养品 那一带大早营养品都是六十多块钱 一个苹果都五六块钱 持的非常好 可是我们这些商房的呢 在里干不动也得干 他们拿我们的全钱交易 包括法律人 法律人是国家一个月 博一万多块钱 让他们转化 改造教育的那个思想 改造学习费给他们 给他们这个马三家的 可是我们呢 也是好几万块钱才要收进去 在那里我们就称了全钱交易的 牺牲品和那个物质品 那我们卖钱了 在马三家那些那些女干净人 对的 他们的素质特别低 他们就给他们楼村那个家庭 妇女都不如 简直是一群无赖和泼妇 他们要 气压特别小 谁要不可以买池的补物 就会什么东西找你病 要不就给你家庭 要不就打你 找那个代工打你 他们那个池的用力 基本上都是学员的 可是呢 他们自己说了 我们有什么素质 什么素质都不需要 只要管住你们 什么法不法 只要是强制性 要你们完成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马三家这 你车电货特别累 吃的也不好 我们也到九点半以后 就饿的 心里夸心夸肝 整个灰身都有 饿的突突的 整个身上都发抖 整个身体 一点势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得透着 带点东西搞怀里头 搞这个内衣兜里头 看我这衣服里头 还有个 还有个兜 真大的兜 看这兜 就搞在内衣兜服里揣的 晚上那个 带着 等到那个上厕所 那五六分钟功夫 带到厕所里 这边傻大便 这边的吃东西 因为饿呀 如果要是在车间 要队长看到你吃东西 就得被爱打加七 所以谁也不敢在车间吃东西 晚上车间我们坐在四四方方的小凳里 那警察爱搜 那里头就可以搞个随备 但什么都不要搞 随备手指可以搞那里头 吃的东西都不可以搞那里头 所以都在自己内装里揣个盾 上厕所是 这边傻大便 这边吃 命之到恶心 但是你也得吃 因为你不吃他饿呀 就这样的情况下 队长还要戴着口罩上厕所去看着我们 还有那个桌板 上面有个桌板看厕所看着我们 撕别的看着上访和法轮 进去 马上就得出来 因为什么 他怕我们再一点说话 唠嗑 怕我们再一点团结起来 去对付他们 反派 所以他们就 四中四 盯梢啊 看着我们 管着我们 我在那里头 就是每天带一个馒头 馒头都凉 馒头都凉了的情况下 晚上馒头很硬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那里 这边大便 这边吃 啃馒头 因为吃点细力 就不那么难 就不那么难一数了 就不那么抓心脑干的 也疼了 所以在那里头 他们经常是 吃点苹果呀 再不就是吃点馒头啊 再不就带点冰干呢 带点点些什么 在那里吃 上房的郑彦杰他们 加那个 素柜子他们 这些上房的 都是在那里厕所里吃 不在厕所里吃不行 因为我们身体都挺承受不了 所以那些孩子在那里头 基本上有的都瘦得要命 因为什么那里货太累 所以就得在那里吃 没有别个地下可以吃 因为在那厕所 一天我们在那里头 谁都烙不了喝 你要弯不成业务 一天都不能上一次厕所 也不能吃一点东西 只有上厕所才能吃东西 那里的队长说 司法部有规定 强制把你们的思想 把你们不好的观念 思想观念 全部都给 好像压刷耍牙子 都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让你们一天 什么都不去想 植物人似的 啥都不知道 他们想怎么摆论 就是怎么摆论 我们沈阳那个苏亚团区 那个有个叫呼休分 他第一次老叫是2007年的7月30号 在一大队游王苏征把他 就让他那个 让他给耍鞋 让他给洗洗 其他身上的衣服 哭了 给解他脸上的脸 脸上那个 脸上呼着那个面膜 让他给断面膜 让他给解面膜 他就不给他斩 不给他解 因为他是在上房里 他说我没有错 所以我也不给你解这个 我没有那个权利 你没有那个权利 让我伺候你 他们就开始打他 给他弄到东港小号里头 给他掉下来 给他狮子这么掉下来 上张大褂 他自己说的 上张大褂 上了七天起夜 最后给他放下 他两只腿 隔膜全走 小便走的都杀不成尿 他在2007年的7月30号 正好给他挂了七天 等2009年7月份 又给他抓下来 那呼救会儿就说 煽动怎么怎么 他煽动什么 到国家西方口门口 还没等进那个西方 大厅里头就被他们解回去 就被给他教养了 又给他教养一年半 他这个教养这一年半 他被队长打了18次 那个王彦平啊 那个2011年的3月20号 那就是3月20号 那天下午 他们是3点10份下班 3年都给他交过去 就让他那个 必须承认 那个 从这以后再不告 告那个法院 你要写不告法院 就不打你 告法院就打你 把他两个手背起来 跟手铐铐上 晚上给他掉下来 就拿电工锅 他打他 拿那个鞋底 臭他的脸 拿那个铁小八 10分钟就把铁小八打折了 哎哟 后背回来 那衣服全都打飞了 那衣服全都打开了 那个后面脖子 他把这么大 两块大包 都是紫色的 都黑紫色的 特别特别残忍 他第二天 他当着那个 那个 马三家女所 那个所长 那个面 就是把那个衣服 顾所长 把那衣服抖起来看 说顾所长 你看 逛个大包 你看这摄影像 他们打的 顾所长就第一个眼神 让那个游蓝大队长 可以领到二楼 又给他打了一对 又给电工锅了一对 给他加期 加了克兰格的 一个月 结果呢 他被打惨了 一年被打了十把次 哎哟 那脸 那脸打的全都 都打走 那个那个 那什么东西 那里头呢 叫张玉大队长 那打他脸 一打就打三十个二瓜子 等待检查的时候 他能够打口罩戴上 能够打口罩戴上 多大概是 他打得带了 多可真 艺术戴上 那里头 好 是 本夕一个叫高辉民 现在还在教养院里 因为他儿子被你撒的一名案子 他被他们打的现在残疾 他每天晚上他的腿疼 他都要这样跪在地 这样是爬 像狗那么爬 每天晚上对车间他也要爬 爬两个小时他才能站起来 他走走到巴上躺地下 完了队长都不扶 扶他都不扶 他就爬慢慢爬 每天我们都吃 我们是十一点半收工 十二点吃饭 他都是好到十二点 才从车间走回来 一走一蹭一走一蹭 根本就走不了道 上楼都上不了 就这种情况下 每天还要给他按产量 给他一天几百产量 给他一百八二百产量 给他让他完成业务 就是爬着走 这不就是爬着你知道吗 还有那个草 那个草丰姿 那血压上来的时候 高血压上来的时候 血压上来就车间 哇哇吐 吐钩趴起来 还得干活 我们这些伤防疫 就是半拉死 就是那个活死人 虽然你活着 但是你的身体 又有死人的身体 根本就干不了活了 小谷还有自由 还可以到处游荡 我们小谷都不落 我们就是一个动物 刘霞大脸是优秀老师 他被那个 因为修炼法轮 受过酷刑 严重酷刑 在大北监狱 判刑五年 劳教二年 在马三家劳教当中 受了很多的酷刑 因为他一直反迫害嘛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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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